会导致逃生不及 雨停了 阳光露脸 气温飙升到超过30度 在后许多地方停电 日本政府担心会出现中暑的病例 墙壁上还看得到积水退后流下的水渍 大范围淹水汗破坏 城市沉寂的让人心酸 岗山县 仓夫市 许多居民急难中离开 什么都带不走 日本政府没有强制撤离 很多人虽然知道建议撤离 还是留在家中 岗山县提防溃堤 大水灌入市区 结果就是受困在急速暴涨的大水中 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 约有1850人在屋顶等待救援 来到重灾区广岛县 山洪爆发夹带土石杂户 沿路的房子建筑全被击垮 山崩土石流齐发 独栋两三层的楼房 只剩下屋顶 广岛县家家户户门前 真的有小河 河水还是从家里流出来的 水已经消退的地方 留下堆积如山的泥巴 卡住车辆塞满走道 广岛县部分地区水退之后 还得伤脑筋 满地泥泞 还有被大水浸泡过后 发烂又发臭的家具和商品 这波日本大雨 一路从九州到本州的爱之县 十二个县府都有死亡报告 灾情最严重的是广岛和爱源 岐阜的郡上市 一个星期降雨量累积超过一千毫米 除了郡上市 爱源县的四国中央市 广岛市和仓夫市下的雨 都是平均一个月降雨量的三倍 日本七十二小时下的雨 九十三个地点都创下降雨量记录 大水包围城市 许多房子也被山崩土石掩盖包围 七万三千名军警销投入救灾 日本国土交通省统计 日本二十八个县发生超过两百起山崩 十一个县累积将近二十七万间房子 被洪水破坏 不过随着深入灾区 灾损和死伤数字节节升高 灾后的重建路也很漫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